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在桃园有很多成画区 那我就把自己有看过的成画区的一些看法 跟有缺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当初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要在青铺买 因为青铺的房价是桃园这边属于所有的贵 一开始我的锁定目标是在英文特区 但是英文特区那时候我有亲自去步行 还有骑脚踏车去逛了市周围的环境 那我觉得英文特区的环境挺好的 因为他这边有学校有菜市场有生活配套 以及英文特区中正路那边就是中越 还有几个豪宅那边的规划非常漂亮 以及还有桃园的摘影中心 我觉得在英文特区是很棒的地方 是非常成熟 而且它又离火车占越不远 总之就是市周围都是新的房子 都是新的气息 那边的山的气息跟居住环境都很好 后来我还记得我去的时候 我骑脚踏车我去看了一些外面的广告招牌 其实广告招牌的价格都已经很贵了 因为在当时我记得是在15年15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住英文特区 其实那时候英文特区是整个桃园最贵的区域 其实那时候我也知道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够在英文特区买房子也是很棒的 虽然说我很喜欢亲步 但是那时候我的考量点就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以后小朋友如果要念书的话 应该会是在英文特区会是最好的 因为他的生活经验各方面 其实都没得说了 那亲步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但是碍于现实考量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近十年 我觉得英文特区居住起来 可以自己会很好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更往未来去看的话 那当然就是进步会更好 后来我就去 在英文特区逛了很久 后来我也想说 新房有可能价格已经当时已经是 应该是三十几万 我觉得应该挺贵的 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就去看一下二手环 我就在附近找两三家的仲介 那当时他就跟我聊 我就跟他讲我的需求 他跟我讲我的预算多少 当时我就跟他讲说 我的预算应该大概在六百万吧 六百万 后来我想要看能不能买到两房 以及至少这两房 那就是可能不能无灵新一点的部分 他那时候仲介事跟我说 其实这样的总价有点难 因为英文特区其实 当时的房价就很贵了 如果说你要买比较新的房子 大约在十年内了 其实六百万根本买不到 他那时候跟我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要买六百万 大约只能买到套房 他说我也觉得哇 那真的很贵 想不到英文特区这么贵 六百万只能买到套房 而且他说这套房 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十来年 没有到很旧 但是也不是平数很大 就是那种比较一般在十 就是十出头坪的套房 那因为我有家庭 所以我觉得我套房我也是首选 我就说那如果出了这个 比较新的房子以外 那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他说有 其实如果我不介意的话 就是在英文特区附近 会有一些老的住宅 老的公寓 他说大概都是在二三十年的房子 那不临旧一点 但是价格有可能 在六百万有可能还买不太大 我有可能要再加一点钱 当时我就说好吧 那你就帮我介绍一下 如果有好的一些物件的话 可以介绍给我 当时他觉得我的预算 以及我想要找到这个房子的屋林 他觉得有可能有难度 所以有些重罪是直接建议我 直接到大有路那边 就是俗称的陶原的天文 就是他后面一山 后面有靠着山 就是靠着普通山那边 他说其实那边房子 其实从英文特区过去不远 大约十分钟的路程 那边的价格更合适我 而且有可能有机会 能够买到一些预售屋 或者是一些新成物 当时我有特地再去看一下 就是大有路那边 那边有一个百货公司 其实我去 我开车过去看 还有街角在逛 其实环境没有不好 但是我觉得 感觉还是差蛮多的 就是那边就更居住 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商业气息 那那边的路 其实都应该那边也都是属于那种新的重画区 都有新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他的 就是他的路 路多是 应该说他的区域其实很小 就是很长 后来区域很小 后来马路两旁 其实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感觉有点拥挤 而且感觉是也没有那么开阔 可是我就感觉没有很喜欢那边 虽然说他价格有可能比较低 于是我就放弃了大有特区那边 我就想说那我再去看别的地方 我当时跑去平镇 平镇那时候最热闹的地方就是 平镇有个家乐府 那时候我也是去看预售屋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开两房 两房在站的车位也要700多万 我觉得运特区已经很贵了 想到去平镇这边也要700多万 那时候我记错是1516年的时候 后来到17左右 总之就是1515年的年底到16年 就有时间去看房 一直到17 事实上主要集中都会是在17左右 总结就是 大上时间就是在17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平镇家乐府两房 预售屋价格也要到700多万 后来我觉得因为平镇那边 就是这种家乐府那区域 我觉得环境最好也比较便利 而且它是属于中间地段 就是你多管啊 因为那一条街 那一条是中风路 感觉就很热闹 平常要吃东西 要买东西或者是学校 我觉得各方面都蛮方便 而且它对面 刚好它的位置又是属于山坡的山顶上 就是说因为它的路都是起起伏伏 但是在家乐府那边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自搞点 感觉也会好一点 也比较舒服 总之价格已经到700多万 后来我觉得真的是很贵的 虽然说它旁边还有一些绿化 有一些公园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在这里 好像不怎么划算 像说有个人要找工作很方便 因为旁边就是工业区 后来我又跑去巴德去广风信天地 广风信天地这个地方是真的很有名 因为在巴德自从原则广风之后 就是大家都不用跑去豪园 不用跑去重力看电影 因为在广风就可以看电影 而且在广风信天地 我记得上面还有一个图书馆 总之就是这个信天地开幕之后 让整个巴德的整个人气跟热度 都上升到一个层次 以及在广风信天地 它在旁边是作为盖了信的房子 也都很漂亮 在当时我记得我也是去那边看了一个建案 是我们记得是陶大建案 他说我还记得董家应该是七百多块八百万 也是两房 我觉得好贵 因为我觉得 因为当时候广风信天地的热度真的非常高 所以当时候的价格也是真的觉得比平均也贵一点 那我觉得广风信天地很棒 因为他旁边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大卖场 是大论发还是什么大卖场 我忘记 总之就是他一出来就有很热闹的什么大南的商业区 总之就是广风信天地这方面都爱得很见 就是会有市场 买菜很方便 后来附近有学校 以及巴德他要到桃园市也很方便 再来巴德他附近有所谓的快速道路 还有有连接高速公路也不是很远 但是巴德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 因为他路更小 其实他尤其是在上下半时间他很塞很可怕 其实每次开车我最害怕就是从巴德到桃园火车站 或者是从桃园火车站回到巴德 这都是恶梦 非常塞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要去看巴德的房子的时候 应该是冰箱日好像也不是上班 就是上班日 但是是非上下班的这种时段 其实开车都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路又小,花又很塞 所以广风信天地我蛮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居住环境好,配套好 周中尚可,但是摘车太可怕了 还有就是他的从滑区的范围不是很大 而且你如果真的住在那边 其实你能享受了 有时候比较接近的就只有这些商场而已 感觉没有太多的附加价值 之后,这边看完之后呢 我又觉得像有都很贵了 那我过了我就去看一个 我当时一直都没有看亲谱 因为我觉得亲谱的房价 应该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二贵 那我觉得英文特区都已经这么贵了 那我看其他区域也这么贵了 那亲谱不是更贵了 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看亲谱 后来最后我就跑去Costco 中立Costco 就是过里重华区这边看房子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了一下 最便宜的 那我蛮压抑 就是有四百多 应该是四百 当时四百六十多万的两房 但是没有负车位 那我觉得这个建章 我忘记名字了 但是这建章真的 感觉他 我在事后 他是遇说我在事后 几年后他盖好最后我去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百多万房子盖得不错 我觉得也很实用 而且他拨管好像开了千户阳台 而且连速好像是二十八平 而且才能四百多万 我记得是四百六十五吧 总之我觉得他的整个房型我很喜欢 后来距离高铁也不远 距离高铁大约是开车大概十五分钟时间 那我觉得如果开车是十五分钟时间的话 那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出这四百多万的建内以外 我去看其他建 其他建就比较贵 那时候至少都要贵的一百多万 应该也平均要在600万左右 因为你联房总价大概在 住在465,互韩车位以外 你现在还在车位其实大概都要去到600万 那我也觉得600万好像 如果买了这400多万好像厄力又小一点 但是又觉得 后面我觉得 还是去信物看一下好玩 后来去信物看的时候 我记得我找了很多件 其实当时候我也不敢看A18 就是A18这个淡黄区我不敢看 因为我觉得A18应该是最贵的 当时我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预数物有很多选择 但是你如果是坪数比较小的 其实很难选择 因为也不多 就是你如果选择也不多 后来我就先在金婆的外围去找 总之我找到一个 我当时候找到最贵的 是一家一房 他要是在高铁的下缘 后来就距离默默跟四海游龙比较近 总之是高铁的下缘的部分 后来也算是一个小建商 要说一加一 要说最便宜是五百六十八 完事不寒则尾 那时候是 我当时候我问了很多建案 他当时候是最贵的五百六十八 就能够让你再轻步有房 后来他设案是一加一 他的总平出售房 我记得是二十平 二十平而已 但是他也调高 他调高到 是三米五还是三 他调高到三米六 我记得是三米六 所以你有可能还可以做个加成 或者利用空间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 如果你以价格能够做得轻薄 这个已经是当时候的最低价了 我觉得好像再涨不到这么低了 这一家其他的 那时候还有 我记得就是日和华原 日和华原 还有跟前一家 真相大型 其实在 在这往内走 我去双路城 当时你如果真的要买 加车后 其实大家都要到七百多万 去了梁冒 梁冒是后来才又开盘的 总之那时候选择 怎么选 平均都要 如果加车位 至少一定是破六百 那一定是去到 算是七百万左右 后来我想一想 就是价格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 跟其他区比起来 感觉好像也没有贵很多 比余原特区便宜一点 后来跟法导差不多 跟平均也差不多 后来比过瘾贵了一点 比过瘾贵了一点 总之后来就选择 然后就在西部这边 就买了房子 所以房子还是要多去看 对,我记得我还有去巴德 巴德的夜市 我记得他好像是讲花园 花园也是我有去看了一下 但是那边以后也会有捷运 就是会有捷运绿线 但是我觉得那边感觉 还不够成熟 而且村上区也不大 我就是当时我买房的时候 真的去看了很多地方 我觉得房子 对我还有去看中路特区 中路特区更贵 当时我去看中路特区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 两房要900多万 甚至有可能要1000万 我就好夸张 我那时候中路特区 有可能去看的是 属于他的外形 外形或是他的 或是他的位置 特别好 我记得是900多万 我吓到 我都觉得 哇,这么贵 另外就是要分享的就是 英文特区 大兴西路非常塞 其实如果要住到中路特区 以及英文特区 我还是你在桃园市 或是在附近 其实都很可怕 尤其在三条白之间 塞一条报 那是恶梦 对我来说 住桃园 我的恶梦就是巴达 巴达去桃园 还有上下班时间 我还记得上下班时间 自从台湾火车站 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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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英哥去 要到去英哥的路 也会塞 很可怕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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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桃园 总之就是 桃园 因为桃园有可能 桃园分布比较高 在上下班时间 真的很塞 所以我一般 我都尽量 在下午四点后 我都尽量不去 尽量不在市区 尽量都先回家 因为一般在四点 开始 就开始 路上就开始塞了 四点就差不多 开始塞车了 如果平常 你们有出去的话 你们发现在市区 通常在四点多 四点左右 开始陆区 就会有车槽 我当时 我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 在四点的时候 会有很多车 后来我想很久 我也去稍微 稍微 稍微去了解一下 我总得知道 原来四点多 是所有的 小学 国中 幼稚园 的学生 下课 所以很多妈妈们 爸爸们 亲属们 都要去 迎接小朋友 所以这时候 这个 车槽 就会出现 后来 接完小朋友之后 马上又遇到了 下班的监控时段 所以就更塞了 所以呢 我就发现 一般在三点半 又可能回到家 超过四点 就准备 有可能会面临车槽 那以上就是 我今天分享的 那时候 在清扑买房 前期 在各个厂房区 去看房子的一些 分享 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那我这边 有我个人看法 里面是个人看法 买房子 一定要多看 都去比较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只有到了现场 你去看的这个建案 这一个 环境 还有当下的价格 你才能够很客观的去评断 其实当时候买房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参考 别人意见 但是我有看过很多 网路的这些 就是很多卖房子啊 很多YouTube 就是YouTube上 有很多介绍房子啊 还有介绍很多什么建商 就是我也其实我在网路上做很多功课 也在 在 除了YouTube 还有网路上 其实我也拍很多文章 那最后 想跟各位说的就是 其实这些文章 跟这些影片 跟这些内容 其实都只能做参考 因为 因为 当你真的去看了房子 去看了建案 真的去了解它之后 其实 每个人的看法跟见解都是不同的 你不能把别人 建议别人的看法去拿来 当成 就是靠在自己身上回去呢 应该会合适 其实是不合适的 真的 总之 希望大家如果 喜欢 新普 或者喜欢陶宁的那盘房子 或者你想要买房 MAX的建议就是 你自己要去看 那一定要多看个比较 宁愿辛苦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去把 你要买房子的周边环境 一定要去熟悉 还有它的配套 也行不来发展 其实这些都是要去考量的 那以上就分享到这 那如果各位 有什么想要MAX去分享的 那请可以留言 以及如果有人愿意 就是 就是愿意分享 自己在新普买房一些经历 或者是因为开箱的话 MAX都很欢迎 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更了解 清楚 去了解清楚 每一个社区跟每一个人的生活 总之就是 谢谢各位 这是个人的生活 看来 在我们的生活 下一个视频 就会看 出品 有点 有点 有点